嗨,大家好,我是歐吉桑 欢迎收看2022年7月27日的澳洲重点消息 歐吉桑每日用中文报道 生活在澳洲你必须要知道的时事消息 想要融入澳洲生活 那就赶快按下追踪或订阅哦 澳洲的绝症患者 有机会能够自行决定自己的死亡时间 目前法案预计在8月1日提交到联邦国会 未来在澳洲首都领地和北领地的成年人 绝症患者 有机会可以透过安乐史选择自己的死亡时间 接下来,昆斯兰卫生厅在星期二的发表声明证实 在上个星期日,有一名23个月大的幼童 在昆斯兰儿童医院死于新冠感染 根据了解,这名幼童是澳洲第14名 因为感染新冠病毒0到9岁阶段的儿童 也是目前昆斯兰最年轻的新冠死者 专家们预测,新冠感染的高峰期将会是在8月中 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最后一则消息 Walworth与食品包装制造商PACT公司有一个新的合作协议 因为Walworth希望逐步淘汰可重复使用的塑胶袋 而且希望在2024年就将旗下的自有品牌包装的塑胶用料减少一半 所以希望PACT公司可以选择再生塑料 创造更多可以持续使用的包装 好,我是欧吉桑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移民或生活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问我哦 最后不要忘记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 感谢观看